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一个人也好 就可以很轻松的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首先自己一个人你可以很放松 你可以察觉到自己的呼吸 你可以感受到周围 如果你没有办法很容易放轻松的话 就放个背景音乐 对我来讲最好的背景音乐就是家里的声音 所以呢今天呢我选择呢在我家的厨房 我家的餐厅来进行这一个缠绕化 先来一口茶 放松我的心情 其实录影呢还是会结结巴巴的啦 所以呢我现在呢也很需要先放松 然后调整我的呼吸 然后调整我的呼吸 然后 当我们懂得感谢 我们就会感到知足 当你觉得很知足的时候 对一切 你所在的环境 你就会感到很欣慰 然后你也就能够很欣慰 很满足的去享受这个当下 好 那今天呢我打算呢用8.9 乘8.9这样子的官方的缠绕化尺寸 来画缠绕化 那一样的先欣赏这个纸张 它的纹路 之前有提到过了 这是意大利水彩纸 是法布里诺纸唱 已经有700年历史的这样的纸唱 文艺复兴时期 很多的画家艺术家都非常喜欢 这一家意大利的纸唱 所操造出来的版画纸也好 水彩纸也好 它的纹路很特殊 那我们在这个纸钻上面呢 很随意的点上四个点 然后呢 把这个四个点呢 用线条把它接起来 然后呢 很随意的去分割这个纸张 这个分割的线条呢 我们称之为暗线 那在每一个形成的 由暗线跟边界线 所形成的 就会形成的 所谓的区块 那在这个区块上面呢 我们就可以拿起带针笔 然后呢 去思索 要画上什么样的缠绕图样 那我们已经前面呢 每日一缠 也剥入了不少的 这样子的缠绕图样了 如果你心理上 因为我们 画缠绕画的好处 就是说 你不需要 你要放下身心 不要再去费心的计划 所以呢 我们这个时候呢 也不要去想说 哪一个缠绕图样比较漂亮 因为每一个都是很漂亮的 所以呢 我们随意的翻阅 那比如说 我现在看到的 这个是烈酒 Tipple 那我就来画Tipple 我把它挤在这里 那参考线呢 就是 就是参考线 按线呢 其实就是参考线 那随时呢 关照 你下笔的速度 像我刚刚 画的好快 那代表呢 我还没有完全的进入 缠绕画 这个冥想的状态 那从这个画笔的速度呢 我已经观照到 我当下是 很急的 很急躁的 所以呢 从我的下笔 还有我所画的线条 跟圆圈 我察觉到了 所以呢 我就 放慢了 速度 而我的心情 也随着 一笔一花 静定下来了 其实这就是 冥想 也就说 现在呢 我已经 进入了 冥想 这个境界了 我能够 让我的心思 专注 在一笔 一花当下 这也就是所谓的 这也是所谓的禅 透过这样的 静跟定 我们 没有任何的 杂炼 因为只要我们一有杂炼 就会生起 就会生起很多的烦恼 所以呢 根据医学的研究呢 冥想 是可以重组 我们的脑血液 是可以重组我们的脑血液 等于呢 就像我们的手机 在那边空转 然后呢 头壳呢 就开始发烧了 然后怎么转都转不出去 所以呢 就需要呢 重新 upgrade 或者是upset 重新去重组 好 这样子呢 我已经画好了烈酒 那我可以随时的去旋转 这一张纸砖 那 在这个时间呢 我可以 再让自己更放松一点 喝口茶 欣赏一下 我的厨房 我的客厅 我的茶具 还有这个茶的色泽 这是我的茶具 一个人的时候呢 可以喝茶 可是喝茶的时候 未必能够 让自己的心 沉淀下来 当我们静静的 坐着的时候 还是管不住 自己的思绪 也没有办法 察觉到自己的身体 是否 有真正的休息 也无法 察觉到 自己 的心 是不是 已经 完全 放下了 但是 透过一些法门 例如 纏绕化 打坐 等等 可以让你去察觉到自己的身体状态 还有心 灵的状态 那你察觉到了 你就能够去调整 你的心态 你的姿态 就比如说 像我现在 我就可以攀腿 家里的声音 是最熟悉的声音 也是 最好的 背景音乐 因为 家 是一个安定的 港口 是一个很好的 依靠 家 是让你 休息的地方 好 那我现在呢 再来看看 再画 Fest 就是 节日清掉 我 是 不 真的 是 我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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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这个节日情调呢 就是可以利用重叠造成一种前后的空间感 从我们之前的影片可以发现到其实画画 产生所谓的空间 所谓的2D 3D 都是一种视觉的幻象 最近呢 学佛修禅 告诉我们 所有的我们经历的人生 不过就是一场梦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 所看到的 也都是假的 所以 但是不管是不是 现在这一刻 我现在在画 现在这一条线 就变成了刚才的那一条线 所以过去 现在 未来 未来 会成为现在 现在 现在 一下子 在前一秒 还是现在 在下一秒 就变成 就变成 那 压根 就忘记了 那到底是应该要记得 还是要忘记 记得好呢 记得好呢 还是不记得 比较好 在金刚里头 金刚精里头 有一句话 所谓 所谓 过去 之心 不可得 不可得 现在 之心 不可得 未来 之心 不可得 不可得 什么意思 说的 就是 我们 这一颗心 过去 我们现在想着过去 可是过去 做得再好 也是过去了 过去 做得再不好 有一些小小的过去 过错 但是 现在纠结 还是不能够再去改变过去 过去再风光 再美好 也追不回来了 未来 有办法 试试照你现在所想的 去进行吗 好像也没有办法 你有许多的愿望 但是没有实现的 永远是愿望 唯有呢 把握当下 想清楚了 或者是 唯有现在 去做了 它才可能 实现 好 这样子 已经画好了两个缠绕图样 那接着呢 还要画什么呢 嗯 嗯 画什么好呢 再来喝杯茶吧 嗯 再来喝杯茶吧 那就 画立体公路哦 立体公路 还是杂讯 嗯 这边还画 长寿花 就是上个 上个礼拜 画的长寿花 长寿花呢 有一种 提前的 Fu 好 然后 这边 这后一个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打赏的时候听说会看到有的没有的 那其实就是一种所谓的妄想 所谓日有所思也有所梦 如果根据佛罗伊德的讲法 大部分就是因为欲求不满 然后内心所产生的一种投射 好 就是这样子慢慢的涂 享受一个人跟自己 一念不生 就是禅 所以禅 是泛语的冰相的意思 就像是泛语的冰相的一种 当你淫练不生的时候 所有的烦恼也会跟着消失了 画完缠绕画之后 根据医学的这个研究也有报告 针对一群有做冥想的人 做实验 发现呢 橙身的血液的系统 是重新充足的 就像电脑市场会当机 就应该要重新 Formation是一样的道理 当脑袋不断的空转 一直起烦恼 但是却没有执行力 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 只是在那边起烦恼 起妄想 一直在那边生气 或者是做白日梦 自害 这都是有爱身体的 所以爱自己 就要实时地关照 关照了需要方法 如果透过打坐 没有进修 还是没有办法 清楚了解自己 要试着画画 缠绕画 其实 也很简单 是一个 很容易进入 而不会起烦恼 或者是走火入魔 的一个简单的静定 冥想 禅修的法门 可以让你的生活 从荒乱当中呢 找到 重新找到方向 重新找到方法 所以每次我画完柴绕画之后 很奇妙的 就会感到 很喜悦之外 最重要的是 对事情的看法 对待人事物 对待同样一个人 在心态上 就有所不同了 比如说 面对同样的事情 像打扫家庭 打扫房间 本来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起来 总会起烦恼心 提不起劲去打扫 然后 就开始 去抱怨了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总是我 就不会有人替我做吗 但是 懊恼了半天 气了半天 也没有办法解决事情 也没有办法解决事情 有时候呢 反而更糟糕 那如果很不甘愿的去做 也是做了 但是 就是很不愉快 那这当中呢 就延伸了很多 没有必要的事情 所以呢 这是本来的一个不甘愿 那其实 画了缠绕画以后 这些问题 其实都不是问题了 当然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但是 我们人往往呢 只是一个简单的家庭琐事 就弄得自己都很不开心 所以 当你 感觉到 缓乱 慌乱 找不到头绪 总是很不开心 那 就要找时间 应该不要说找时间 所以 你应该 立即 坐下来 喝一口茶 准备 缠绕化的工具 譬如 今天 你看了我的频道 至少 知道 其实 沉绕化 就是这么简单 有现成的图样 让你画 你可以坐在 任何一个 你喜欢 你喜欢 而且熟悉的地方 就可以开始跟自己约会了 可以让自己的心 让自己的身体 可以好好的梳解 可以好好的梳解 让压力呢 可以释放 必须 要 让自己的心 你能够 即可 收到 让自己的心 是 可以 压力 自己跟自己相處 你會發現 原來自己 要求的並不多 只要你願意 其實只要 只要 一盞茶的功夫 快樂在哪裡 幸福在哪裡 就在你心裡 剩這一塊了 畫什麼呢 也畫了很久了 所以呢 我們來畫 那個 生路根好了 上路根 配合牛毛草 我覺得 很不錯耶 我 很喜歡 把上路根 畫的這樣子 很完顏 很完顏 我喜歡 他的 他的 向上 延伸 就所謂 趨直向上 雖然 雖然 很婉言 但是呢 不忘記 不忘記自己的 目標 須直向善 向上 也是 一種 一種 智慧 的 來 的 有 一種 一顆最大的上路根 很大的上路根 躲在後面 在人群當中,向上也好 當背景也好 都各有所用 有時候 有機會 就出頭 沒有機會 就當背景 這就是人生 各有所用 只要愉快就好 開心就好 不管主角背景 背角 都極盡所能 好了 還挺滿意的 現在呢 來畫一下背景 不是背景畫 陰影 有一點昏 有時候畫陰影其實也不要想太多啦 反正 纏繞畫也不是在畫什麼 礦式巨作 所以呢 就這樣 隨性所致 按照自己的 筆試 自己習慣的方法 要 重複的 在同一個圖樣的 同一個位置 畫陰影 字就好了 從規律當中呢 就會找到 依循的方向 所以 所以 只要能夠 堅持 就會被感到 所以呢 不要怕 不用擔心 你所做的 沒有成果 你的舉動 太小 只要 辭致遺痕 必能發揮 功效 還有力量 所以 好事 加以堅持 就可以利益眾生 不好的事 一樣 都不能做 做了 也是 會有很大的威力的 所以 所謂 眾善奉行 諸惡莫作 致盡其意 所以這顆心 是最重要的 只要有空 一定要經常的擦拭它 不要讓它 惹傷 無垢 跟塵埃 這個原則 就前面講的 圓化 圓化 我距離近的物體 直接塗黑 直接塗黑 然後這個球 也是一樣 同一個位置 畫上 小臉 一 所以畫纏繞畫 就是先把自己的煩惱 心理调 意就是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想法 所以先管好自己 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 如果自己的心意清静了 简单一句话 没有想法就不会有做法 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烦恼 其实就是有想法 当你都不去想的时候 烦恼根本就不叫烦恼了 所以因为没有想法 就不会有烦恼 烦恼都是想出来的了 像我现在在这边话 就没有想法了 没有想法 就不会生气 心情很平静 当心情平静的时候 都没有想法的时候 就所谓的peace 就是很平和 就是产生一种所谓的喜乐 所以基督教常说 平安喜乐 如果是常跟主祷告 不要烦恼 没有烦恼 就能够产生力量 没有烦恼 就不会有阻力 所以 管好自己的第一步 就是不要有烦恼 不要有烦恼 就是 要先 置尽其意 尽就是干尽的尽 意 就是我们的心想 我们的意念 不要产生一些 莫须有的想法 跟做法 不要去做一些 无谓的 计划 或者是愿望 愿望要实现 也是要通过努力 如果不努力 只是想 让天下 掉下礼物来 那当然就是 所谓的妄想 不努力 只是生气别人 为什么有 而我们没有 已经既定的事实 也不能改变了 嫉妒也不能解决问题 看清楚了自己 为什么开心 为什么生气 为什么烦恼 有时候 生气 只是因为别人 不听我们讲话 有时候生气 只是因为 自己觉得 自己的想法 那么棒 为什么 为什么 都没有人要听 但是 透过 练习缠绕话 你就会明白 你的方法 未必见得适合别人 就这样 你的方法 别人的方法 也未必见得适合你的 好 现在想用纸笔了 纸笔可以让 运营 很快的 这样 形成渐层 纸笔 这样乱刷一通 可以模拟 温顿的世界 温顿的世界 就是充满了 这一些 武器 滚顿的空间 好 这样子 大概 就完成 所以畫纏繞畫的是一個步驟 第一 呼吸 放輕鬆 調節自己的身體 找一個 外包一顆感恩的心 然後拿起紙跟筆 欣賞一下紙上面的紋路 然後在紙張的四個角落畫上四個點 畫上邊界線 然後在邊界裡頭畫暗線 然後拿起代真筆 分別在每個區塊畫上不同的纏繞圖樣 畫好纏繞圖樣之後 開始畫陰影 然後不時的轉動 紙磚 讓自己的筆順 然後落款 找到一個 屬於這個纏繞圖的方向之後 落款 在紙張的背面 簽上全名畫兩條線 第一條呢 簽上姓名的全名 然後日期 然後日期 然後 主題 今天的主題是 給自己 一盞 一盞 一盞茶的時間 和自己相處 好 嗯 你們 給 朋友 路 子 彈 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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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艺术冥想 进入艺术冥想 冥想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在自己熟悉的地方 从原始主体开始 你开始了吗 在背面写上一段画 这就是这一个缠绕画的十一个步骤 你可以拿远 可以拿近 欣赏这一幅画 好好的去品味 你的内心 你对自己 或者是对 心爱的人 喜欢的人 你的心得 所得 好 谢谢你 希望 你尽快的 来尝试一下 自我冥想 你用缠绕画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大家